这边呢,我们要说明呢,我们的产品 我们的产品呢,这边 可以设定就是勾选免运 就代表呢,我订的订单里面呢 只要一项产品是属于免运的 那等于是,它就免运费嘛 所以我们其他产品就可以一起寄给它 所以就是,全部就是免运这样子 那我现在预设呢,就是这一个项目 这个机丸这一个呢,它是属于免运商品 那其他都是要运费的 那在这个操作之前呢 我们在这个配送方式这边 我们要新增一个叫免运商品 那这边我们有一个做一下备注这样子 那这一个的话呢,把它设成零远 就是当呢,有免运商品的时候 我们程式呢,会自动判断这四个字 免运商品 那它就会只抓这一个项目 其他就不会跑出来了 那我们来试试看 那首先的话呢 我们先把它移掉重来 我们首先点一下这个 这一般的 需要运费的 那这边呢,有出现正常的配送方式 这都是需要运费的 那我们现在加入一个 免运的 像这个 集完这一个 好,那我们就把它结账 在结账的时候呢 就会发现呢 这边就自动变成是免运商品了 所以这边运费呢 就会是零哦 对不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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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